大家好,今天我教練Henry和大家分享 有少少的分享,有少少的心得 和大家分享一些 coaching的aspects 和我們那些coaching的朋友仔 做教練的朋友仔 尤其是我們ATBCA畢業的教練 因此花了些時間去review 自己的structure 和整個business 和一些aspects 你教練,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分享一些朋友 讓多些朋友仔可以受益 當然這是我們教練的朋友仔 coachingry有ATBCA的過程也有教練 不是教練的,你也可以看 你當作一個很輕鬆的chic-chat 分享 希望大家有什麼資料可以拿走 是值得的 我們有這段時間 COVID不開心 但我們有很多好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我們把教學幫助很多朋友仔 想 kickstart的網球教練 的journey 有一個夢想 我們幫他們開始了 無論是part-time 或是full-time 家長想教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喜歡網球的朋友仔 好像我這樣 都share了很多教學給大家 可以利用到各位朋友仔 我們都很開心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請大家按訂閱 非常感謝你們的like and share 謝謝 好,我們先開始這個journey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 這就是我的sharing 不是說外面 誰對誰不對 是分享我們的experience 外面有很多好的教學 和教練 我們都很尊重的 all respect 希望大家有這個分享 大家有興趣 好,我們現在就按一個button 這個就去 提醒一下 小朋友仔就會覺得 有時候要做得很成功 你要個人做得很成功 那你的客人就是成功了 之前有個分享video 關於成功的定義 基本上是 如果我們做教練 用心去做教練 是 success是什麼呢 是client success 就是我們的success 首先要知道 什麼是在你的客心目中 是success 你才可以define 他想要的東西 你給他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的成功 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 定義的成功 有些說 我想了解一件事 我不明白 他明白了現在 那是成功 有些說 我想 improve the skill 我只想要 improve the skill 那你給他 也是一個成功的定義 是不是一定要贏比賽 不一定要贏比賽 那有些朋友仔 有時候可能 misconception 就是我做教練 一定要令到他拿孔弩 那才是成功的 這個misconception 不是一定要贏到比賽 當然有些是想贏比賽的 有些朋友仔 例如他想減肥 或者他想一個小時 他想不停去猜到很多 consistency 那有些客人來到 他們都想 aim for 一籃球 是猜到整個小時的 不用撞球的 那這也是一個成功的 去感受到的 success 那first of all 你要問 你feel 你的客人 對他來說什麼是successful 做coach 要把客人的intention 他的wishers 他的desires 這個非常重要 那有時候 他們不知道 有時候自己也不太清楚 所以你就要幫他 那有些很清晰的 有些不清晰的 沒有錯的 我們是key to the hook 去給予價值 and long term value 然後 不是我們去做的事 是要幫到他做的事 OK Don't forget 不要覺得 我便利白難 我做假定我便利難 就是他成功的 你便利白難 不代表他做到 所以你就要讓他們做到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便利白難 才是成功呢 You know 是他控制到這件事 他理解這件事 他理解這件事 他在掌握之中 那是成功 那記住 是我們去幫他做的 OK 主要是他成功 有很大的 contribution 是我們去幫忙的 OK 這個非常重要的 做教練 那第三個point 一定要表現得很明確 就是 不一定要贏比賽才是成功 OK 例如他經常贏比賽 如果經常贏比賽 如果經常贏比賽 是成功的 那麼 他經常參加一些 那些 不太厲害的比賽 經常贏 那是否成功 所以成功 所以成功 不一定是 根本是 很多前輩 都是說話的 是根本是 你進步 比昨天更好 你自己 好 OK 每一個人都要進步 不只是 學生 教練都要 那 他有很多 個人的目標 他有很多 個人的 改善 想做的 有些是看得到的 有些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那些是 mental的 有些 有些 老闆都會問 上課會問 我想知道 你為什麼 這樣去想 這件事 怎樣去看這件事 我都很尊敬 我都很慷慕 他都會問我 但 我其實 很尊敬他們 因為他們很厲害 但是 我們 共同的 共同的 大家才會有 增長的 這是 第五點 那 記住 人生 無論何時 你是有增長 才會 感受到 人有增長 不同的 那 剛才有些說 你看得到的 有些看不到的 那兩件事 都要有增長的 才會感受到 這個非常重要 那 我們做教練 你 make sure we are growing together with 學生 學生 as well 學生們 這樣 那這個才是一個很重要的 aspect 是很有意義的 就是你一齊 跟他走這條路 那這個就是 第六點 就是 成功就是一齊 跟他走這條路 陪著他走 OK work hard with他們 幕後都做很多事 有時 學生不知道 所以 都 想不想跟他講 那現在 你自己決定 教練 有時要告訴他 他才知道 他才會感受 但有些 你跟他說 他不會感受 這就是 另一個 sharing 有時 教練 是要 逼一逼 push 有時 有時 努力 有時 要 有時 要哄 這整件事 是一個 journey 陪他一起走 所以 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 知道這幾個 項目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覺得 我一定要做教練 我要個人很成功 他就代表他們的成功 不是的 一個 學生跟一個 很成功的教練 他自己個人很成功 那是好 但 最後 我找他 都是因為我想自己進步 不只是想看到那個教練 是不停地去進步 所以 這很重要 做我們教練 我們去明白這一點 我們去幫助 去幫助 去 contribute 他們的成功 好嗎 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這只是我的分享給大家 我想很多都會同意我的說法 或者不同意我的說法 都沒有所謂的 但我們很 respect 其他教練的 viewpoint Welcome 他的 comment 我們就繼續去 share 我們為什麼會做很多事情 教學上的事情 因為我們想用我們的knowledge 去分享給世界 and one of them 是教練 那教練呢 做教練是一個很難的 journey 很長的 journey 辛苦 不過是很有meaningful meaningful 那我覺得很偉大 很多教練 都有教過我一些 還有現在肯去用他的心 去教他們的學生 所以我很尊重教練 no matter what level 他用心去教 我覺得是應該是值得尊重 非常好正的 attitude 有時候做教練做的都不是有意的 所以變成我們都很想 節省他們的時間 因為我們以前我小弟都走過很多路 我們希望可以幫到手 分享 希望令到他們可以 at least知道有些 information 去自己的行動 去 make他自己的 decision more informed decision on他自己的行動 去自己的 business no matter他是 一個part time 教練也好 或者full time 教練也好 或者家長教小朋友 或者是白小朋友 想教自己 都是需要教學的 那我們有graduate pro level 1 教初學者 level 2 去到more advanced level level 3 就是elite 和high performance professional 這個就是 我們很開心的 一條 pathway 我們也有straping condition 因為網上始終是一個 很體能上的東西 有這個去support 希望大家喜歡 無論歡迎去 WhatsApp 我們現在有興趣去了解 關於我們的courses 當然有疫情 我們已經遲了一些courses 不過有很多朋友都報名了 幕後做了很多功夫 所以大家都請來appreciate 我的幕後的功夫 去prepare 學生的過程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教練法 我們都尊重 很多很好的過程 我經常都叫學生去 學多些 是benefit 只是自己的 and the client 好 我們希望到這個位置 大家appreciate sharing 大家subscribe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share with some of your朋友 下次再聊 and comments告訴我們 你覺得哪個point 是最resonate with你 最賞心的 可以寫出來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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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